欢迎来到有声书评 我是凯宇 今天为你带来这本书 书名叫做雄徒霸业 天之骄子汉武帝的不适之功 听书名你就知道 我又为你带来历史书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读历史书 因为这些历史的东西 可能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求学过程当中 那名词你都不陌生 什么汉武帝啊 什么霸处百家独尊如数啊 这些你都已经背过 你都已经在这个考试的考卷里面都作答 而且都拿到分数过 可是事实上呢 那些标签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其实是很苍白的 除了考试的意义之外 你甚或不知道它背后更深层的动机 那这对我们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就是当我们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 因为学生时代这样的一个历练 它也是我们人格跟思考方式 形塑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 可能说是叫做定型的事情 当你的思考对这些人认识 就只剩下标签的认识的时候 定型在这里 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为什么 它会让你丧失对很多事情辨证的能力 你会开始对于别人告诉你的 特别是权威者告诉你的事情 你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那请问 这在本质上是不是就是一个思想的被控制 当你思想或者是当你没有自己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 那你又怎么样能够去期待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呢 所以呢这是我喜欢读历史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可以透过很多不同角度 不管是翻案的历史 或者是他帮你重建跟还原当时的时空背景 去从当时的脉络底下去剖析 那个人为什么这样想 为什么这样做 他非常非常有趣 他对我们现世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思考跟判断 也会很有帮助 好回到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中天老师 我个人非常尊敬他 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著作 先前呢也有分享过 《纵横天下》 这谈秦始皇的那一本著作 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找我们所分享的一个书品 好那这本书呢 在台湾是由时报文化出版 在2016年的7月份所推出的 书名里面就告诉我们 他谈的是汉武帝 那汉武帝 我觉得他里面 这本书把汉武帝的整个过程 从他登基即位 包含他的政策概念 为什么他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最后他怎么完成中央集权 甚至于谈到 他对于很多人事上的调派运用 那这里面有很多方案故事 因为我们过往在 不管是戏剧 或者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对汉武帝 哇靠 他真的是雄才大略 你似乎不会去怀疑 他的任何思考跟判断 这其实往往也反映了一个毛病 我们对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个经过包装 特别是那种几乎一面倒的觉得他很棒的那种历史人物 我们其实常常失去了一种怀疑的能力 因为历史在本质上来说 他就是一个赢家 或者一个后世为前世去做一个权势 那像汉武帝这样的一个皇帝 他当然是后世有给他很多的包装 但反过来说 今天我谈这本书或易老师写的这本书 难道就是要去污蔑汉武帝 或者黑他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只是试图的去还原一些他的所作所为 他为什么这样做 而他这样做对于后世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对于现世的我们来说 我们因为认知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起 更不一样的思考跟判断 那当然我刚才回到说 这本书他谈了整个汉武帝 从他即位到他过世 甚至于到最后什么轮台造极啊等等的 可是呢 他里面有一个部分 我特别想要跟你做分享 我常说 有声书评他不取代阅读 他是引导你阅读 所以呢 我的任务并不是要把这本书讲完给你听 而是挑选出一些 我自己觉得很有感觉 很有感动的一个部分 跟你做分享 希望帮你创造一个入口 让你能够有机会来读这本书 那我有兴趣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特别读到汉朝的一个历史 汉武帝那一段当中 你一定背过这几个字 叫做汉武帝 罢处百家 独尊如数 这一定你背过的 好 那我还记得曾经这个 在考试考卷上面来说的话 都有这种题目 叫做谁罢处百家 独尊如数啊 不管是选择题 还是填空题 你一定要写上汉武帝 OK 那就这样子而已吗 你对于汉武帝的认识 这八个字就这样子而已吗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罢处百家 他为什么要独尊如数 你有没有想过 这背后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 在他的时空跟背景底下 难道儒学是唯一选择吗 还是其实他有很多 如果回到那样的一个状况 跟背景底下 你看似似乎是儒学是没机会的 但他为什么能出头呢 那这些个部分我常说 我们对于历史有时候的认知是很苍白的 就像是考试考卷 我们知道谁罢处百家 独尊如数 而就到这里为止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对于后世有什么影响 我们几乎是从来没有思考 跟一无所知的 我们对于历史苍白的认知 往往就像我们对于人性浅薄的理解 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我常说我们在人世之间行走 江湖有时候认识人了解人 你才能够无所不能 现在在你生活当中的人 你不知道从何认识起 那不如从历史重新了解起 你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跟看法 所以为什么汉武帝霸处百家 独尊如数呢 我们从几个侧面来思考一下 那第一个侧面是 因为汉武帝跟儒家儒学 很有渊源特别喜欢儒学吗 你可能会觉得对啊 以他雄才大略他一句话一言九鼎 他说了算这样的一个角度 一定是他个人偏靠嘛 他才会有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脉络跟背景 三个字一个回答 叫做并不是 完全不是因为汉武帝他本身跟儒家有渊源 或者特别喜欢儒学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他的祖上 汉高祖刘邦 刘邦他当年发迹的时候 他是最看不起这些儒生的 他看见儒生 他都常常要恐吓这些儒生 说我要把你的帽子 因为儒生会戴那个特殊的帽子 我要把你的帽子摘下来 当成是我的尿服 我要在你的帽子里面尿尿 这是历史上面记载很多次 刘邦常常干这种事的 那再来如果往后推一点 汉武帝父亲叫做景帝 文景 文景之志后面就是汉武帝 景帝他的母亲是叫做窦太后 窦太后呢 其实也算是把汉武帝抚养大 这个陪伴汉武帝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人 那窦太后他喜欢的 这个老太太他个人喜欢的 其实是儒学嘛 不是啊 你回去翻一下历史 窦太后喜欢的是皇老之书 皇帝跟老子 这样的一个学说 这样的一个倾向 这也都是历史上记载的 所以你看到这里 他的祖先 他的祖上都不喜欢儒家 甚至于跟儒家都完全没有渊源 那他为什么要独尊儒书 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 回到汉武帝身上 汉武帝他的所作所为 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 除了那些歌功颂德之外 他其实有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 叫做他非常的重用那些酷吏 那些残酷的官吏 大新闻自愈的啊 然后呢 之罗人入罪的啊 哇 这是他统治手段当中 值得记上一笔的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汤嘛 你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他内心就是对儒学跟儒家有这么深刻认同的 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他在行为上会有这些表征吗 如果他在行为上有这个表征 那再说他内心是认同儒学 他在一个逻辑上面就是本质上的不合理嘛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认识 你可能就会更好奇 跟我那个时候一样哦 就他为什么要独尊一家 而且独尊儒家呢 其实哦 这个部分是叫做统一的帝国上面 在统治上面的需要 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帝国 在统治上面就要有统一的思想 别忘了 在秦汉之前是春秋战国 我们说春秋战国 这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 那那个时候 不管是在秦始皇一直到汉武帝 他们的一个思考 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包含像秦始皇的焚书 到汉武帝的尊儒 他的动机跟说法都是一样的 他的出发点都是什么 天下之所以会大乱 都是因为思想太过自由 言论不同意 他没有办法控制言论 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些 所谓的知识分子 他没有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的精力 跟他们的目标锁定在一个 帝国要他们走的道路上面 那他们不作乱 他们不搅舌根 他们不煽动 他们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对于统治者的位置来说 一个内在很深层的不安全感 造成他有这样的一个决策 那只是其中的差别就在于 汉武帝他独尊儒术跟秦始皇的焚书坑乳 在手段上不一样 就造成他们的结果不一样 但当然了 如果你看过我前面的一个书品 你会发现其实除了手段之外 其实跟时机也有关系 秦始皇他是第一个面对这种中央集权 大一统的国家体系 跟他过往的所有历史经验都不一样 但是到了汉武帝 这中间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所以在时机上面来说 汉武帝去做独尊儒术 去做思想统一这件事情 其实在时机上是比秦始皇还要成熟的 那么回到一统天下的一个概念 统治者的一个概念 其实只要一百家争名 对统治者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危险跟风险 特别是在集权概念底下的一个状况 那刚刚提到的 秦朝秦始皇他选错了对象 他以法家为出发点 然后他找错了帮手 他特别重视技术官僚 那这些技术官僚 加上最后他用错的手段 焚书坑乳 导致一整个连锁的效应 造成秦朝的败王 那秦朝的败王其实我在综合天下那本书当中 有跟大家提到一些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 或者去看我在那本书的一个书品 那所以如果回到汉武帝 那为什么儒学特别适合当作是统治的思想 为什么是儒家呢 其实儒家他有一个核心的出发点 这是自古至今所有的帝王 他非常喜欢的出发点 叫做儒家的核心是维护君主制度 他是崇尚君主制度的 那比起法家呢 他本身是比较讲道理的 比如说儒家里面讲道 就是最高的思想的精神 道为王道 是要行王道不是行霸道的 正在政策上面 政治上面是要推人正的 以人为出发的一个人正的 而制制度上面为理制 以理作为制度 制就是在我们说治理上面 在实际的运作跟操作上面为得制 以德性为出发点的一个实际操作 所以道为王道 正为人正 制为理制 制为德制 那因为这四个出发点 其实在整个所谓的公众认知 或者是统治合理性 和被统治者的观感上面 儒家的确是比法家 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法家他本身的统治手段 非常的厉害 可是他在人性跟人心当中 他太强硬 他太强悍了 所以很容易就造成 我们所谓的情绪上面的反弹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铺陈 那汉武帝罢处百家 独尊儒素 那汉武帝所独尊的儒素 是孔子的儒家吗 是孔子的儒素吗 这个值得想一想 我们回到汉武帝他的所作所为 他虽然罢处百家 独尊儒素 可是别忘了前面说的 他重用酷吏 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刀比利 酷吏就刀比利 你知道过往很多这种判决文书 是写在组简上面的 那如果我要改那些组简的话 我要拿一个像刀片的东西 把它刮掉再重写上去 那这里面就引申什么 什么叫刀比利 就叫做我资罗人入罪啊 我可以任意去改判决啊 张汤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代表 如果真的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孔子 所传承下来的儒家跟儒学的话 不管是王道啊 然后呢 理智啊 德智啊 等等的 那怎么会重用刀比利呢 所以你可以稍微推敲一下 今天汉武帝他到底是因为喜欢儒家 还是他认同儒家 还是他只是把儒家的这个标签跟名词 当成是统治手段 你可以想一下 从他重用酷吏这件事情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在汉武帝的历史上面 很有名的一个人 叫做司马迁 司马迁我们后来知道 他写了《史记》嘛 可是呢 别忘了 也是因为汉武帝 让司马迁 他成为了一个不完整的男人 他因为为大将军李广说话 所以呢 他遭受了辅刑 辅刑是什么 切掉生殖性 又称为公刑 这对于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屈辱 那当然司马迁他自己很清楚 他承受这个屈辱的原因 是因为他完成史记 可是你可以从汉武帝 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和他的做派 你可以去了解 他内心是不是一个真儒家呢 还是只是把儒学 当成是一个招牌跟标签呢 再来 在汉武帝里面 承接着我们刚刚说的 高比利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有一个罪名 你听了你都觉得匪夷所思 这个罪名叫做 负妃 什么叫负妃呢 负就是肚子 负 负呢叫毁谤 负妃 这样的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是什么 就是你嘴巴上没有骂皇上 但是你心里毁谤皇上 你心里对皇上不满 这是什么罪名啊 说白话我们不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吗 这跟行文自愈或等等的思想控制 你知道这些库立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把你资罗入罪 不要说那个时代 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就算我扫了你的脑波 我也不知道你对我的态度是如何 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罪名 或者判决 所以你从这几点 库立的运用 对司马迁的处理 跟父妃这样的一个罪名 你可以想想 汉武帝他独尊的儒术 是孔子的儒家吗 再来 我们回到一个统治的目的 那么独尊儒术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刚刚已经强调很多遍了 其实他就是垄断仕途 他统一思想 他因为独尊的儒术 让这些读书人 他如果要为这个社会贡献 他要做官 他要进入中央集权的技术官僚体系 他就只能去读 儒家的东西 那些三纲五常 这个效忠君主 等等的 那这背后是什么 难道是要熏陶这些人的道德吗 不是 汉武帝他是要完成中央集权 他要把所有的权力 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上 那包含这本书 他后面也讲了 他怎么去面对 或者怎么去处理 这些分封出来的 同性的王室 包含他做了一个 叫做推恩令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原本的风国 假设这么大 然后你下面三个孩子 推恩令就是什么 那你平均分给这三个孩子 请问原本这么大的风国 切成三分 孩子下面又有孩子 这么如此 一切两切三切 其实不出几代人 你那个风国 根本一点势力跟影响力都没有 土地生小不拉击的 所以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独尊儒术 它背后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统治思想 统一思想之外 它就是要垄断这些人仕途 让这些所谓的独书人知识分子 他终其一生都只能专心在 面对儒家儒学的一个 可能是所谓的这个 升迁的阶梯上面 那我们知道科举是后面的事情 但是这个源头是来自于这边 所以我们常常说 其实在很多部分上来说 当你不明就里的时候 你以为你在取得一个答案 那个时代的人叫做 我以为我走儒生这条路 就是帮自己取得生涯的一个答案 但事实上这个叫做魔鬼的交易 因为你付出的是你思想上面的自由 你即将已经就被他们所谓的儒学 这本书里面很精彩 他里面提到汉武帝里面用的一些儒生 他也不是这个孔子那一路这样下来的 那在本质上很多做派叫做新儒生 这新儒生听起来很美丽 但事实上就是 尽可能的去配合汉武帝的政策 然后用儒家作为包装 这样的一个行为跟做法 好 那独尊儒术谈到这边 你会发现 他本质上他根本不是思想的宣扬 他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的控制 他把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思维或者是所有的仕途 全部垄断在一家里面 那这不就是一个统治的手段吗 所以回头你听到这边 这跟你以前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汉武帝霸出百家读尊儒术 哦 好棒棒 有没有差别 我常常说你没有真的读历史 你没有真的懂历史 你对于现世生活当中的很多状况 你不会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但当你有真正的理解 并不是说好像要把人性人心 看得好像很黑暗跟邪恶 而是你如果没有回到真实 那么你的人生 你在努力的过程 究竟是真正的奴隶 还是一直活在自己骗自己的合理化呢 好 所以呢 谈到这里哦 这本书非常的精彩 那我就把这个所谓的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的这个部分 提炼出来分享给你听 最后几个问题问你 第一个 你在面对人生的时候 比如说你生涯的困境啊 接下来怎么办啊 或等等的 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叫你是来找答案的 还是来学思考的 你会发现哦 我们因为从大处百家 独尊儒术 这一路科举等等的演变 其实我们的文化的基因当中 有时候是 我们常会是一种 活在一种找答案的思维模式 叫做我有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 我们很少会去质疑 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甚至我们不会去思考 除了这个答案之外 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那这就意味着 其实如果表面上 聪明的样子的 你我如果别人要控制我们 何其的简单 是不是只要给我们一个经过包装的精美答案就好了 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 我遇到很多学生 我常常会拿这个质疑挑战 那我说被我这样质疑跟挑战 在主观情绪上一定是不舒服 但是呢我通常很愿意去陪伴我的学生去走过那个长出他自己思考能力的过程 因为你的人生是你的 你会遇到什么人 什么事什么状态 不是我设计好的东西 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问题一个答案 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中间的变因有太多 我常说活的人你不能用死的方式来对待 很多东西套招的东西 只要对方或者自己的主客观状况一有任何改变 他是不是就完全不适用了 对啊 所以到底你是来要答案还是来学思考 但当你是来学思考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不能定于一尊 也不能定于一家 我们几千年这样历史下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思考因为这些历史脉络跟渊源 往往是不自由的 那么你会发现哦 这本书 书名叫做雄徒霸业 那我们常常会描述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 雄才大略这四个字 我不否认他的雄才大略 他的文质武功 但是这个包装的背后 你有没有想过 他其实是让你放弃思考的一种包装 包含儒家 包含儒术 包含儒学 我个人非常的尊敬 也非常的推崇 从孔子他的精神传承下的东西 可是当这个东西变成已经被扭曲 已经被包装成为统治手段的时候 这非常的可怕 那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的时代 其实是比较重视言论跟思想自由的 这是没问题 可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尽管如此 在你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 不管他是谁 或者当你内心觉得有一些匮乏 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会接触一些课程跟老师 或者是一些宗教团体 我在这边就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提醒就是你永远要小心那些 要你相信的人 相信特别括号起来 他用一个说法 他用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概念 一个神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一个标签 他要你就只是相信 这背后你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就像是当年霸出百家 独尊如数的 他要你相信的背后的目的 他是让你更有力量 更能够去活出你自己 还是其实是要控制你呢 最后呢 其实一个拥有内在真正相信 真正信仰 真正信念的人 只有那样的人 他才会鼓励你透过怀疑 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不管你今天面对人生问题是什么 今天不管你想要圆满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那是你的人生啊 你要找到的是自己的答案 你要找到的是自己思考的脉络跟途径 如果讲宗教 很多宗教里面所谓的开悟的故事 是不是每一个开悟的这些高僧大德 他开悟的途径路径方向跟方式 是不是都不一样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 就是一二三然后就开悟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呢 你常常要去分辨一件事 或者常常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脑袋 就是那些要我们不思考 只是相信的人 他到底背后的目的跟动机究竟是什么 但反过来说 一个内在有一个堵实的相信的 他反而会鼓励你尽量怀疑 因为你只有透过怀疑辩证 尝试错误实践 跟回馈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你才能够找到适合你 也是你自己的答案 所以呢 人生的可能性非常的多 永远记得一件事 你最不应该的是 交出自己的可能性 去托付给一个 要你直接相信的 不管他是上师也好 宗教也好 任何也好 活出你自己 才是活出自己对生命的价值 承诺跟应许 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